很久很久没有做过器械训练了 在这一年来一直在进行自重训练 那为什么会从器械训练转变成现在自重训练呢 原因是因为我对于自己健身目标的转换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想要通过健身增加肌肉 你会优先选择器械健身还是自重健身呢 相信大部分人会优先选择器械健身 确实器械健身可以通过不断增加重量 从而达到对肌肉的刺激 而自重健身相对而言 对于增肌是有一定上限的 我在四年前刚技术健身 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太瘦弱 所以想要通过健身增肌 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强壮 所以就有了人生地上健身卡 以及低统蛋白粉 我从当时的65公斤 通过健身增肌到达巅峰的80公斤 长了将近15公斤的肌肉 大家觉得我现在身材好吗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 再弹幕扣1 如果觉得我还需要努力的话 再弹幕扣2 可能在大众眼里 我身材已经够好 或者说够大了 但在一些老铁眼里 我的身材可能快头还差点意思 我尝试去采访了我身边的人 结果发现没有一个男生 会觉得自己已经够大了 即使在外人看来 他们已经足够大了 所以我要思考 增肌增到多大快头才算大 我真的要把健美身材 当作我的训练目标吗 其实维度是衡量 一个人健身水平的唯一标准吗 健身等于健美吗 所以我尝试去改变自己的健身目标 在保持现有身材的前提下 去做更多控制自己身体的训练 也就是自重训练 类似大家熟知的 引力向上俯活撑 另外我还会练习一些 双利弊 潜水平 倒立 甚至是空翻这些自重技能 在这里我非常建议大家 去尝试一下自重健身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自重健身就无法达到 增肌的目的 对于新手小白而言 自重健身已经足够 自己肌肉生长了 在座看我视频的 有多少人能够做 标准的佛生以及引擎上 况且还有各种的引体 和佛生辨识 来增加训练强度 给大家罗列一下 自重健身的优点 一 随时随地成本低 自重训练你需要用的 就是你自己的身体 所以可以省去 去健身房办卡的钱 你可以去小区公园锻炼 或者花点小钱 去买根家用单杠 或者双杠就足够了 另外如果出差 没有办法去健身房 那么自重训练 比如佛生 就是非常好的训练动作 二 动作更加具有整体性 你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自重动作 都需要核心 和整个身体去参与 我们拿佛生为例 其实就是让身体 在保持平板身的位置上 做上下的移动 那就意味着单次训练 可以带来更多的消耗 因为几乎全身都在参与 三 更加丰富 当你有一定的训练水平之后呢 就可以尝试去解锁一些 高阶的自重动作 比如倒立啊 双立臂 不会像器械训练 远远停留在基础的推拉蹲 OK 说完自重健身的优点呢 给大家预告一下 在下期视频呢 我给大家整理筛选出 10个我认为最好的 自重训练动作